第136集,蓝启仁接受望贤之爱的事实之后,蓝锡城及时去找市委宣传部的负责人,要求撤换苏州宣传片中蓝家兄弟那一部分内容,负责人惊讶地问,蓝院长,为什么要撤掉?你们兄弟俩可是我们苏州的骄傲,发哪个明星都不如发你们俩,安全保证有质量,全苏州没人有意见,你们可是苏州之宝啊。 蓝锡城微笑着说,多谢领导的欣赏,实在不好意思,是因为我们兄弟俩都想专注于学术的研究,不想太多的曝光,引起不必要的围观,造成行动不便,而且,我们兄弟俩也上了有些时间了,也该给新人一些机会。 宣传部的负责人很不乐意,无奈兰西陈音音请求千公有礼和理由无邪可击,只能答应,说等安排电视台的人去处理。 江彦离婚期在即,魏无羡安排好苏州江市的业务,就和蓝忘记收拾好行李准备飞往法国。 江丰眠接到魏无羡的电话的时候,小呵呵地问,阿羡,听说你有对象了,有好事也不跟江叔叔说,真是不像话,要回家趁着阿里结婚你带他过来见一见,玩一玩。 好的,江叔叔,魏无羡满口答应,江丰眠大喜儿女婚事都要解决,真是喜上眉梢啊。 当魏无羡和蓝忘记一起跨进机舱,心里都是紧张和喜悦,这一去,是要共同面对他们下半生的幸福。 成不成功就在此一程,江彦离的期盼更加热切,因为他知道自己是魏无羡正式透露有心上人的人。 魏无羡对他是绝对的信任和尊重,魏无羡要带心上人回法国参加自己的婚礼,那是江家最快乐的事。 江丰心里是羡慕万分,想着就要见到那个蓝湛,也是非常的激动,只有于紫渊不以为然。 说不高兴吧,也不是,魏无羡还是像自己的儿子一样,也是家里的一员,也在为江家做贡献。 但生气啊,干嘛他什么都比江城强,读书强干活强,追你还强,现在真的结婚也要比江城强。 他既然把人都带回家了,那就是要结婚了,而江城还八字眉一撇呢。 江城,这个没用的东西,还是江是真正的继续人,论品貌也一点不比人差,干嘛事事就是比人低一头,怎么骄怎么骂都不长进。 真是气死人,江丰眠带着江燕丽姐弟,开着一辆商务车,就来到机场接魏无羡和他的女朋友。 当魏无羡和蓝望鸡走出来的时候,他们高兴地迎了上去,阿贤回来了,小蓝院长也来了,欢迎欢迎。 然后三个人伸长着脖子往后望,等着另外一个人出来,江董江总江小姐,你们好,蓝望鸡一一行礼,那姿势美极了。 没有,魏无羡和蓝望鸡的身后,没有另外的人,阿贤,人呢? 江燕丽问,我不是在这吗? 姐,走吧走吧,我们回家。 魏地线快上江燕丽的手肘,就往车上走。 江丰眠不明就里,蓝望鸡在场不方便问,就招呼蓝望鸡上车。 小蓝院长,难得来法国,到时叫阿贤带你到处玩玩。 江城比江燕丽心一秒明白过来,蓝战就是蓝望鸡。 江城的脸顿石变成灰色,江燕丽心里一阵咯噔,也没有了笑容。 只剩下江丰眠一再地跟蓝望鸡表示感谢。 魏无羡在苏州多亏她的照顾。 回到江家,江燕丽让人把魏无羡的行李放回她的房间,在另外安排一间客房给蓝望鸡。 蓝望鸡跟于紫渊招呼的时候,于紫渊祭出了一丝笑容欢迎她。 安顿好了之后,江燕丽使了个眼色,叫魏无羡跟她走。 魏无羡对蓝望鸡说, 蓝湛,你先跟江叔叔予以喝茶。 我先跟姐说说话。 好,魏无羡跟着江燕丽到她的房间。 江城也尾随而去。 三人一进门,江城咣当一声就把门关上。 他铁青着脸说,蓝湛就是蓝望鸡。 对,他就是蓝湛。 阿诚。 姐,他就是我的爱人。 阿县,你别紧张。 慢慢说,你会不会弄错了? 你跟蓝院长怎么会是你爱人? 姐,没错。 我去苏州就是为了她。 你说什么? 你从小到大没去过苏州。 要不是江氏去苏州创业。 你从未去过,也从未认识她。 什么为了她? 江城吼了起来。 江燕丽按住了江城。 温声问魏无羡。 阿谢,你在苏州没发生什么? 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吧。 你说蓝院长是你的爱人。 我一时听不懂。 接受不来啊。 姐,我之前问过你。 如果我找的人是你们不认同的,你会同意吗? 你说只要我们真心相爱的,你都支持。 我和蓝湛是真心相爱的。 我和她是前世情缘。 今世又来相遇。 前世情缘。 有这样的事,江燕丽不可置信地望着她。 魏无羡沉住起前前后后把事情的来龙去脉。 都跟江燕丽和江城说了一遍。 这一下,姐弟俩再不相信再不接受也没办法。 想想魏无羡去苏州之后发生的事。 他们见到的种种细节,和魏无羡说得分毫无差。 不由都陷入了沉默。 姐,江城,你们都知道我从小就喜欢你孩子。 如果不是命,我怎么会去喜欢一个男人? 而蓝湛,那样的人,如果不是命,他什么样的女子没有,会找个男人。 魏无羡红灼眼亲着江燕丽说。 江燕丽江城完全说不出话来。 事实却是如此。 无论是蓝忘鸡或者是魏无羡,想找个好女孩都不是男士。 只要他们愿意就行。 然而,他们却选择了彼此。 这,只能归结于命运二字。 这,只能归结于命运二字。